天氣熱 很多人都吃要生水 冰島的月報 上禮拜六 當地的七樓水準 就有民眾跟水準動作是出水得的算 水理書是講到說 水準的水量是很大 上頭還有門頭的便宜 沒洗禮就得到傷 所以讓民眾不可以自己水準生水 沖油蔭口的女兒 順水流向水未充 將水準動作生水得的算 冰島來保養一個民眾 上禮拜六 十三 在當地的七樓水準生水 民眾過程協力 在網路引起討論 但當地民眾提示最好賣下去 以前小時候 很多人玩 因為現在都有農藥 九一地震過後 水髒掉以後就沒有 這比較近 你下面有焦頭髒的 我們也沒看 也不知道 是跟它涼掉 但是也稍微不少 北樓邊要水準 清水飄飄河一樣 在夏天看起來很清涼 但不然農藥上問題要考慮 水流汽加上水準上面 黏著買路到禪的暗門土便宜 但不適合就可能海民眾受傷 而且七樓水準的用途 其實是供應慣慣用水 很嚴重的一個事情 也希望說在這一段時間裡面 天氣炎熱 那你如果要玩水 一定要到公告合法的水域去玩水 那有安全的設施 那這個水均是完全沒有安全設施 清涼的水準有可能藏到危險 所以國後有民眾 並表示雖然現在的法規 並沒有在慣慣 他們追蹤水的法條 但會犯下相關規定 禁止水的行為 以免民眾發生危險 記者當犯有口正準 兵東報道